大家好,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ChatGPT實裝了即時語音增強版的功能 那這個增強版的即時語音功能呢 必須要把你的APP重新安裝之後才會出現 那之後的話應該會陸陸續續推播到大家有付費的帳號裡面去 好,那我來幫大家實測 在教學應用上面可能有的三種狀況 裝好之後按新的交談 首先第一種狀況 就是幫助我們學習英文對話 你好,我現在希望你扮演一個英文老師 你的英文的教導的責任是教導我A1的單字 再等一下我會跟你確認好一個主題 請你從這個主題裡面挑幾個單字出來 讓我練習 練習的部分讓我練習拼字 並且幫我確認我的拼字還有念法有沒有正確 之後再給我一個A1等級的簡單的例句 讓我重複念一遍簡單的例句 如果我念得很好請給我鼓勵 如果我念得不好請給我建議 你可以做到嗎? 等一下請你用繁體中文回覆我 好的,請問你想從什麼主題開始學習呢? 我們從日常生活開始好了 好,那我們就從日常生活開始 我們可以學習一些關於家庭的單詞 我們先來練習媽媽 英文是媽 請你跟著我拼寫 M-O-M M-O-M 非常好 接下來我們練習發音 Mom 請跟著我說 Mom Mom 很好,你發音的很準確 現在我們用Mom造個簡單的句子 This is my mom 請跟著我說 This is my mom This is my mom 太棒了,你的發音非常好 請再給我一個單字做練習 請再給我一個單字做練習 好的,下一個單字是爸爸的英文 Dad 請你跟著我拼寫 D-A-D D-A-D 非常好 現在來練習發音 Dad 請跟著我說 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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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的發音很準確 接下來我們用Dad 造個簡單的句子 This is my dad 請跟著我說 This is my dad This is my dad 非常棒 你的發音很好 感謝你 你做完一個練習之後 就新開一個對話 然後去延續新的話題 接下來第二個 他會講台語 雖然沒有講得很標準 但是我們可以拿來練習看看 嗨,你好 你會講台灣的台語嗎? 會啊 你想用台語來瞭解嗎? 我可以跟著你聽清楚 等一下呢 我講中文 然後你用台語跟我對話 或者是有時候 我會用台語跟你對話 但是你就全部用台語跟我對話 你可以做到嗎? 我了解 你說中文還是台語都可以 我便跟著你對話 你知道中文裡面的螢火蟲 台語要怎麼說嗎? 中文的螢火蟲 台語叫做火金骨 你可以用台語講一個笑話嗎? 好啊 好啊 有一個關油 跟有一個最有 有一個問關油 你是什麼有 關油回答我是金骨 有一個說 我也是金骨 你 我感覺你講得很不好笑 是喔 如果說我下次再做一個更好笑的 我感覺你的台語講得很不好 嘿嘿 抱歉喔 我會繼續加油 講得更好笑 等一下 我會跟你講 我自己有熱熱熱熱熱熱熱 你來幫我吐槽 感到好 好啊 你說看看 你有熱熱熱熱熱熱 我來聽聽 我感覺我生長很高 很煙動的 又很會打球跟運動 你感覺嗎? 你真的厲害耶 摔了又運動厲害 真的是真了不起喔 我是要叫你把我吐槽 吐槽的意思就是 你來講我剛才那句話是不對的 啊 用台語來吐槽 哈 原來是這樣 好 那我來吐槽一下喔 你說你自己很漂亮 運動真好 不過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最棒嘛 嘿嘿 我感覺你的台語講得不太好耶 嘿嘿 看來我台語又需要加強喔 謝謝你的耐心 我會繼續努力咧 好啦好啦 不然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覺得他的台語沒有講得非常好 那當作是一般的練習 我覺得可以啦 那可能需要有一些 檢索的資料庫去加強他的台語的技能 可能會比較好 那至於客語的話 我實測過客語的話 他就不太行 這可能需要有專門客語的語音的AI 才有辦法勝任這件事情 好 接下來第三個場景呢 就是當作是第三者 第三者的話 應用場景比如說 像我們在輔導科裡面的心靈諮商 就可以使用這樣的方式 好那我來做一下簡單的示範 如果你想要做比較專業的操作的話 也許寫一個機器人 然後把你輔導個案的資料先給他 來做輔導諮商 會比較精準一點 那我覺得好處就是你可以 把這個輔導用文字記錄下來 然後呢 你也可以請ChairGPT給你的個案一些意見 那他給意見都是比較中立或者是有建設性的 我覺得這地方是可以做一些相關的應用 那我就簡單的做一下示範 接下來示範的話 我請隔壁頻道網紅三歲愛媽來擔任我們輔導諮商的角色 等一下呢 我會請ChairGPT扮演第三者 我跟三歲愛媽會進行輔導諮商的模擬對話 在對話過程裡面呢 AI他不會講話 當我請他講話的時候 他才會講話 所以呢 我會請他扮演第三者的角色 那我們來試試看 Hello Hello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接下來用繁體中文跟我對話 好的 用繁體中文對話沒問題 有什麼我可以幫助你的嗎 等一下我要請你扮演專業輔導諮商師的角色 等一下會有兩個人在你旁邊對話 在我們兩個人對話的時候請你不要講話 如果你 聽到我們的對話之後 你可以用嗯來回應你聽到了 但是不要發出任何的聲音 在這個地方有我還有三帥媽 兩個人彼此之間會有一段對話 那你由對話裡面自行判斷誰是我誰是三帥媽 在我詢問你 GPT你有什麼想法或建議的時候 你在回答你可以做到嗎 好的我可以做到 你們兩個人對話時我會聆聽並用嗯表示我在聽 但不會發出其他的傷音 當你問我想法或建議時我會回答 請隨時開始對話吧 三帥媽你最近是不是有遇到什麼困難呢 我最近因為膝蓋的傷好久沒有辦法進行正常的跑步訓練 讓我開始質疑我是不是已經失去了跑步的能力 讓我覺得非常的沮喪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分做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因為你受傷沒辦法跑步 另外一個部分是因為你受傷的關係 所以對於參加比賽還有你經營頻道上面 是不是也有一些壓力需要去調適呢 我擔心因為我沒有辦法再訓練和跑步 導致於我的頻道沒有辦法正常的更新 然後失去了我長期用心經營的頻道 讓我覺得很擔心 可是我用了很多的方法去治療我的腳 治療我的膝蓋都沒有任何的好轉 我覺得很沮喪 好 那我GPT 你覺得針對這個地方 你可以給三歲貓一些建議嗎 當然可以 三歲貓受傷的恢復期通常需要時間 也許可以嘗試一些不影響膝蓋的運動 保持身體活動 例如游泳或騎腳踏車 這樣可以讓你在不加重膝蓋壓力的情況下 保持體能和心情愉悅 另外 多和朋友交流 分享你的感受 也能減輕壓力 可是我的困擾是 因為我經營的跑步頻道是以跑步為主的 那我相信也是喜歡跑步的人才會追蹤我的頻道 如果我改去游泳或是騎腳踏車的話 我一樣會失去我的頻道 這確實是一個挑戰 也許你可以考慮在康復期間分享你的復健過程 恢復進展 以及在這一段時間內嘗試的新運動 這不僅可以保持與觀眾的聯繫 還能讓他們看到你面對困難時的積極態度 甚至可能吸引到新的觀眾群體 嗯我覺得你的建議非常好 好謝謝你建議我們今天的對話就到這邊囉 掰掰 不客氣很高興能幫到你再見 好結束之後呢 我剛剛看了一下GPT的裡面的文字內容 那其實他就會把我們剛剛聊天的所有的內容都記錄下來 這個時候你要去做輔導智障的紀錄 或是後續來做一些 評估的話我覺得都非常方便 好我們感謝我們隔壁棚的網紅三帥媽 感謝你掰掰 好以上就是關於GPT最新實裝的即時語音加強版的測試 那我相信未來一定會有非常多的應用 我今天玩的一整天真的超級好玩 超級好用的 那其實我也蠻常使用即時語音跟GPT做對話 那我覺得最大的幫助是他可以去調整語氣 也可以讓他調整你說話的快慢 那對於在對話的時候 或是英語的對話練習的時候 我覺得都相當的幫助 那以上我提供了三個場景 來供大家參考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喔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